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針的凌晨,歐洲聯賽16強首回合擊戰連場 其中德甲球隊柏林聯將助陣主場迎戰比甲隊伍勝機來得戀 身處德甲的柏林聯整體實力顯然優於勝機來得戀 而且前者最近一次對陣後者都以勝利告終 加上金將助用主場之利,柏林聯明顯是值得看好的一方 柏林聯在分組賽中取得12個積分 僅一分之差落後於金將對手勝機來得戀 只能為屈居D組的次席 需要進行附加賽才得以繼續其勾戰之旅 一眾將士可謂滿腹怨氣,如今可謂冤家路閘 再度遇上勝機來得戀 柏林聯一眾將士在戰役方面無庸置疑 儘管需要進行附加賽 但柏林聯面對河吉浩門阿迪士士 絲毫未有脅搶 他們最終兩回合以3比1的總比分淘汰對手 順利擠身16強 可見球隊戰鬥力實在不容輕視 值得留意的是,柏林聯今季在德格表現相當出色 23輪聯賽戰敗,他們受益44個積分 暫時身處前三甲之鏈 而且蘇拿、杜碧卡和讚力哈比拿等攻擊手 不時有精彩的演出 相信他們今將有足夠能力威脅勝機來得戀的球門 此外,柏林聯今季主場表現龐圍強勢 他們今季德格主場仍未常敗職,而且勝率高達63.6% 此顯而比球隊爭挑了不少真勝本錢 陣容方面,中場安達斯蘇阿發因傷缺陣 而另一邊,盛基萊德聯在本屆歐洲聯賽中的表現 旁為值得稱道,他們六輪分組賽斬獲4勝1和1負的佳積 即13分以D組手名身份強勢晉級16強 但須要留意的是,盛基萊德聯防首點表現並不穩定 他們最近五將歐洲聯賽中有4場被對手攻破大門 如果球隊想走得更遠的話,就必須好好正視防守的問題 另外,盛基萊德聯近其整體表現也未如理想 他們最近五將各項賽事僅取得可憐的一場勝利 其餘一和三副,期間每場比賽都球門失手之餘 如橫有兩場失了4球之多 球隊目前的戰鬥力實在難以預揚足夠的信心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,盛基萊德聯今次橫要作客出戰 要知道他們已經連續多將作客未上勝職 兼且處於連敗當中 這樣無疑被球隊今次出征蒙上一層的陰影 再者,盛基萊德聯最近一次對陣 柏林聯都爾輸球收場 在這種情況下,他們今次出征的確不宜過分高估 多謝收聽,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吧! 按讚! 按讚! 按讚!